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跟鱼有关的故事 雨夜的访问者 故事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夜晚 女主小白为了给妹妹庆生 独自一人前往妹妹家 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 而四处贴满了许多告示 说是最近常有歹徒在雨夜杀人 自己的妹妹又是个粗心大条的人 小白很是担心妹妹的安位 再三提醒 一定要关好门窗 自己马上就到 小白正巧路回家便利店 店里的店员正在整理当天的报纸 报纸上报道的全是雨夜杀人犯的新闻 这时小白不禁渗出了一身冷汗 突然一声尖叫 把小白吓得不轻 原来是两个可爱的小孩在玩耍 看着这两个天真的小孩 小白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原来在她和妹妹很小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就去世了 母亲给两人留下了唯一的遗物 就是这对手表 两人也一直戴在身上 他们说好彼此相互守护 永远没有秘密 想到这里 小白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来到了妹妹家 可开门的却是一名陌生的男子 水哥 水哥自称是妹妹的男友 这让小白充满疑虑 妹妹可从未说及过她的存在 她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妹妹并不在家 水哥解释道 妹妹去买牛奶了 一会儿才会回来 可小白记得 妹妹之前提过 自己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小白看向卧室扮演的房门 被水哥发现 变神色慌张地关上了门 然后借机给小白拿些冷饮 冰箱里赫然放着两盒牛奶 为了防止网言揭穿 水哥对小白准备了热茶 这种种举动 让小白更加不安 此时 电视正播报着杀人犯的新闻 而罪犯的种种特征 居然和水哥惊人的相似 难道他就是那个罪犯 他非常担心妹妹 于是找了个借口想赶紧离开 可水哥却突然锁上房门 制止了小白 并借口说 外面雨太大 太危险了 为了不激怒水哥 小白只好乖乖地留下 趁着水哥不注意 他悄悄地给妹妹发了一条短信 却没想 卧室里传出短信的铃声 水哥突然阴森森地看着小白 为了降低水哥的戒备 小白只好满怨妹妹太过粗心 又把手机拉加力了 水哥瞬间放松警惕 小白觉得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准备偷偷地溜出去 但是被水哥发现 此时 他退去了伪装 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这时 新闻又开始播报最新的消息 又有一名女性被残忍地杀害 现场留下了一块红色的手表 小白突然联想到妹妹被害的场景 他不过一切地冲进卧室 果然发现了生死不明的妹妹 此时 水哥也跟了进来 他举起刀向小白刺去 小白直接坐到了地上 这时 电视上来了罪犯被抓获的消息 小白蒙了 突然 房间的灯亮了 妹妹活蹦乱跳地出现在眼前 原来 这都是妹妹和水哥的恶作剧 看着妹妹幸福的模样 小白欣慰地笑了 她习惯性地看了下自己的手表 此时的手表突然出现了裂痕 而电视上正好公布了罪犯的张相 正是被那店电影员的脸 妹妹也忽然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说她的姐姐已经不幸身亡 妹妹以为 这又是个恶作剧 直到警察提到了那块手表 她转过头 此时小白手上的手表已经消失不见 小白也突然想起自己遇害的事实 因为放心不下妹妹 所以即使失去了生命 她仍然要来见妹妹最后一面 她希望妹妹能好好照顾自己 自己再也不能保护她了 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幸福 自己也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了 说着小白渐渐地消失在雨中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的电影 影片最后的反转让人闪然了一下 其实无论你深归何处 亲情都是你生生不息的温暖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雨夜的访问者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